跑货车的大哥在卯兔这里存了一批书包 刚好路过村里 就过来找卯兔 结果卯兔早就搬到城里去了 熊哥 这家伙不是带了那一批书包给跑了吧 我感觉卯兔不是这种人 可事实摆在眼前 这村的人都说他搬走了 这不是拿着我们的货走 是干什么 说话间 卯兔的好兄弟玉萍刚好路过 听到了这话 你们别胡说八道 卯兔是搬走的不假 可没想私吞你们的货 他特意盯着我们告诉你 他现在住在城里的东方红招待所 别什么都不知道就胡咧咧 熊亚伟很快就来到了东方红招待所 同志打听你一下 我找徐卯兔 卯兔一听这外地口音 就知道熊亚伟来了 赶紧走了出去 熊哥来了 卯兔 你居然搬这来了 是啊 我怕你找不着 我特意跟他们打过招呼 你上一次的书包 我已经全部消完 兄弟不错啊 还真让你把这一批货给解决了 解决了 我按说定的 付你一千块 行的 卯兔随后带着熊亚伟去银行取了钱 两人开开心心的去国营饭店吃饭 兄弟 你应该跟我出去看看 现在外面的世界可是很精彩 你知道吗 我认识的人不少是搞水货过来 像电子表这种 转手卖几十块钱 一天卖个百十来个 看得我都眼热 那时候百货公司的手表 大多都是一百元左右 有些还需要票 这电子手表 才几十块钱 确实有很大的诱惑 心动不 兄弟 熊哥 我心动 那就跟我干 咱们一起跑车 转他个半把块 行轻松松 可我贪生怕死 上一世 卯兔坐牢期间 妹妹小林 在河里淹死 妈妈也因为积牢成疾 早早去世 没能守护好自己的亲人 甚至连他们最后一面也没见 这是他的遗憾 上天给了我机会 让我重新来过 我绝对不会让自己有任何差错 谢谢熊哥抬一句 可我还是不愿意做这个 如果有其他的门道 我们还是可以合作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是可以做生意 但只求干净对吧 是的熊哥 这就好说 我这段时间 从你们这经过 发现你们这边的柑橘特别好吃 不如我们拉一批货 送去省城 至少 金额的翻十倍 销售门路不用担心 我认识那边供销社的 卖给他们 完全没问题 有这样的销售渠道呢很好 我这就回去组织人收 好 至少 说十吨 你抓紧时间 我这趟货拉完 三天后 刚好有一个空档期 我会叫上另外的朋友 一块过来拉 分开之后 徐卯兔就开始着手 准备收购红橘的事 十吨的量太多了 就算他加上缺牙齿和玉瓶 人手还是严重不足 他打算让各个公社 乡镇之类的派的代表负责 来到黄队长家里 他正在编制竹框 这要收购十吨的红橘 不能像装黄扇那样 用尿素袋子了 容易压坏 这竹框就不错呀 郑农书 这样的框子 能卖多少钱一个 你要 拿一个去用 说什么钱不钱的 我要的量比较多 把他们叫过来 问问能不能三天内 给我赶制几百个出来 几百个 玩不成吗 其实 这东西 我也可以直接去外面 乡镇上收购 不过 我想 这也不是什么 特别需要技术的活 与其照顾别人 不如照顾村里人 让大家待在家里 也能挣几个盐巴钱 还是毛兔想得明白 肥水不流外人田 行 我叫医叫大家 村里人很快就聚集到了 黄队长家 现在 有编织竹框的活计 一个按一毛钱计价 共计四百个 有人愿意接这个活没有 一毛钱一个 这也太少了吧 哼 你也知足吧 一颗白菜 从种下 施肥 浇水 长这么久 也不过才卖两分钱 有什么不满足的 我就需要这样的粗眼框子 能装着红菊 不漏出去就成 大小 就按着这个尺寸来 上面要带盖的 不能压到下面的货 村里的几个老人 接下了这个活 其他人看不上 黄队长 你帮我收一下村里的红菊 三天 能收多少 就收多少 我按五块钱一天的工钱 给你算 你看 行不行 要个大 味甜 成熟度不要太高的 至于那些 看着脉象不好的 肯定不收 两分钱一斤 有多少 收多少 黄正龙欣然同意 卯兔马不停蹄 带着几人赶到 另外的几个乡镇 找这些乡镇里 有点威望的人 继续按着这样的要求 收购红菊 缺牙齿和玉萍等人 负责把这些红菊 汇总在一个地方 到时候 方便货车装货 徐晓菱这边 已经开始上学 回家的时候 却不太开心的样子 小玲 回来了 今天在学校怎么样 挺好的 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好 那就好 你哥好不容易 才弄到这个 能继续读书的机会 你可要好好读书 哇 我知道 了两天 什么 没有 我们 Abs救